每年一度的全球最帅最美面孔榜单在近日出炉 公布了上榜的男女明星各一百位 其中包括一些中国明星 其实巴先生每年看这份榜单都是抱着吃瓜的心态 但今年的榜单实在有点好笑 所以想跟大家聊一聊 先来看上了全球最帅面孔榜单的中国级明星 万万没想到香港顶流江涛居然获得了第三名 换句话说他是全中国最帅的男明星了 在这个榜单里 也许很多人都知道江涛早就不像精修图里那么瘦了 如今他在粉丝爱的供养里肆无忌惮地保持着圆润的身形 仿佛脸有多元 粉丝就越觉得他可爱 但路人对江涛并没有这种爱的滤镜 最近江涛的演唱会饭拍暴露了他疏于管理的身材 腿粗程度瞩目 网友瑞平掉一块叉烧都比掉着他好 江涛的上榜以一己之力拉低了整份榜单的可信度 但我们还是可以抱着看笑话的心情 看看这份榜单还有哪些我们熟悉的明星 跟江涛同团的队友卢汉廷也有上榜 排第三十九名 号称香港新顶流的他 如今人气不输江涛 但实在没想到卢汉廷居然能比王赫帝排名高 光是比金修赵也明显是后者更帅吧 至于离开修图师的样子 王赫帝大家都熟悉就不放图了 下图是卢汉廷在港剧里的样子 一脸的科技感只能说情人眼里出攀安 此外 江涛和卢汉廷所在的男团MIRROR 十二位成员中有四位都上榜了 其中江液生第十八名 吕绝安第七十二名 以下是MIRROR所有成员的生徒 竟有四位能上榜全球最帅面孔榜单 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泯面 不 其实是大众审美跳崖了 内地男明星方面当然也有上榜 排名最高 第七名的那位已经变成素人 就不细说了 长相比较周正的肖战和宋威龙 上榜倒是有说服力 他们分别排第三十名和第九十名 至于张艺兴排第五十二名 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他需要在舞台上表演舞蹈 才有帅哥的氛围感 否则顶多是顺眼的长相 最后一位上榜的内地男明星 是王一博 排第九十五名 他上榜的精修照 是爱豆时期的颜值巅峰 装造有很大的加持 但他如今已经不长这样了 王一博如今的状态时好时坏 他的颜值在不同人眼中差异巨大 其中极大部分粉丝认为 他是大帅哥 部分路人则认为 他是男明星中的普男 全球最美面孔上榜的中国女明星 并不多 只有三位 排名最高的是在韩国出道的宋雨琪 她也常住过内地的真人秀奔跑吧 排第38名 但宋雨琪很依赖装造 属于典型的爱豆长相 有一次宋雨琪跟程潇 出席了同一场时装周活动 生图明显是程潇更好看 宋雨琪连同是爱豆出身的程潇都比不过 到底是怎么成为全球最美面孔排名最前的中国女明星的 上榜的另外两位女明星 分别是近两年才冒头的小花田希薇47名 以及纯靠颜值在娱乐圈打拼的古丽娜扎87名 两人的美属于不同风格 田希薇是小女生的美 古丽娜扎则更多成熟女性的风韵 每年都会有所谓的最帅最美面孔评选 但都算不上多权威的榜单 毕竟上榜主要靠大众推荐 也就是粉丝投票 恰好粉丝今年有空投票了 自家偶像就上榜了 话说回来 大家心中的中国明星最帅最美面孔 分别是谁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